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区业务组方组长志林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病友全国协会江理事长齐文等人 共同颁发奖牌鼓励98年度在糖尿病照护表现优异的医院 诊所医师及糖尿病友成长团体 总计共有8家医院17位医师及两个病友成长团体获得殊荣 我们在全国糖尿病照护的七项评比里面 我们得到了五项第一 包括我们的抗蜜酒 就是我们的视网膜的检查率 还有我们的抗油剂 我们的肾病变的筛检 还有我们的好医师 就是医疗改善给付的方案 还有我们的喝烧宅 我们的健康促进机构的认证 还有我们的好病人 我们并有团体的表现 都是全国第一名 张华县糖尿病照护的人力及经费 获得左县长大力支持 在96年成立社区营养卫教中心 网罗优秀营养师与社区医师 护理师共同组成基层照护团队 促成张基绣传结盟 共同参与预防保健工作 并协调整合各医疗院所 积极参与糖尿病照护 经由辛勤耕耘 在上述七项品质指标中 98年勇夺五项全国第一 那这个新世代的糖尿病照护 它实现了几件事情 第一就是糖尿病 我们的应用 刚才现场影响到全身这么多的问题 那它要做得好有需要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全世界在糖尿病的品质上面 共同的问题 第一个叫做做得不够 这么多事情该做 眼睛要检查肾脏要检查 血压要控制好 血压要控制好 点点点 大家通通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 做得不够 undereuse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不均 有的医生控制得很好 有的如果遇到邱医师就控制得不好 我遇到蔡医师或无医师 我各位大概控制得很好 那有时候专科医师控制得好 偏远的地区可能不容易控制得好 这个是不均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说太慢开始 所以要预防 不能等到说 它肾脏已经不太好了 才发现原来它有糖尿病 最好是怎么样 不是说刚得糖尿病就发现 最好是根本就预防 然后不要得糖尿病 所以太慢 这个是第三个重要的问题 那在彰化线的话 这三件事情都已经做到了 依据行政院卫生署公布 98年台湾十大死因 糖尿病位居第五位 全国约有135万人罹患糖尿病 卫生署除积极推动各县市 成立糖尿病共同照护网外 并设立糖尿病健康促进机构认证制度 鼓励社区及医疗院所 成立糖尿病友成长团体 寄望借由病友间的分享 扶持激发自我照护的责任 让血糖血压及鞋子控制的更好 生活更加有品质